富家安出贵 至优不贵 生活家具之必备 时尚高雅 深想心醉 简洁实用 富有尊贵 地址33A Sir William Avenue East Market 电话09265 2969 观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看今晚的新闻33 在下面的新闻会课室栏目当中 我将邀请Buffin Thompson Ebsen Branch的地产经纪人CC王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跟大家来聊聊他在第一次回归之后 就取得教人业绩的背后的故事 观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邀请到了Buffin Thompson Ebsen Branch的地产经纪人CC王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第一次回归之后 就进入了去年财政年度 Buffin Thompson公司全国的前25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CC你好 朱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祝贺你在去年财政年度 在你们的这个Buffin Thompson全国这个排名当中进入了前25名 应该是这是很多地产经纪人都盼望的一个成绩 一下子你就取得了 你觉得这个取得的话 有什么里面有什么你的心情劳动 还是其他的什么一些因素在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本身之前就是资深的一个地产经纪人 谢谢朱老师 其实说心里话 我回归也就一年 我回到这个行业完全是出于我比较热爱房地产 因为在就像我以前多次介绍的 我在没有回来做agent以前 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啊 那是在做相关的 比如说地产开发啊 内部装潢啊 跟朋友出主意啊 再说十几年以前 我就是地产 那个时候是做得比较好 所以不是奔着Top25去的 就跟我们每个人 跟我老板 包括跟总公司的老板 跟我们同行 我都是这么交代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喜欢这个行业 那当然也能挣到利润 挣到不错的收入 那么今年能取到这样的成绩 我倒正没想到 我觉得原来我是应该是Racking of the Year 这我觉得我倒想到了 没想到是Top25啊 那最后那我们Buff的同行 很多人给我通过发邮件 打电话 发短信的方式来祝贺 包括manager都祝贺我 取得这样的成绩 那是其实和大家的帮助 是分不开的 那我很感激我十几年前的不少客户 在我刚刚出道 那时候真的是没有listing 没人知道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一次 同一天卖掉两个房子 这两个客人都是来源于我十几年前的朋友介绍的 那么他们是基于对我这么多年的信任 对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工作的肯定和我的经验 包括我第一个listing 这个第一个listing的vendor也是来自于我以前的客户 那么我别的不能说 但是在我原来做agent这五年当中 我从来没有任何法律的纠纷和被客人的纠纷告上 AEA或者我们Buff的内部的调节中 这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我做事总体来说还算比较严谨的 所以就是在这么多过程中客人互相的介绍 其实我这一年主要是我跟你交流过 我没有做很多的推广 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成绩 你也不能皇婆卖瓜自买自夸吧 这个一切 这个行业是比较现实的 一切成绩论英雄 那并不是说在Buff的第一签名就是不好 也许是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啊 工作方式啊都不一样 再说我所在的趋势属于价位比较高的 那我债的趋势不管我服务在Ramula Epson Parnell 它就是一个价位比较高 所以你的收入是比卖别的比较多 那并不是说在Henderson Messi就做的不好 但是他们的价位就比较低 同样我卖一栋 有可能他们需要卖三套 所以我觉得不能光以这个来论谁是好不好 当然我觉得是跟大家的心情努力分不开 再加上我们Epson Office确实是很强的一个团 一个团队 我们的办公室在Buff的市 去年是第一名 按照看这个情势 今年也是总销量的第一名 而且我们又有着一个非常优秀的销售团队 大家的信息也是互相沟通 互相交流 比较公开的 所以在这个区里面又是华人比较集中的 因为我们买的都是全校网 不管是最好的私立和公立学校 都集中在Epson Romuala和Panel 那么这三个区涵盖了最好的校网 那么这又是比较 不管是当地的华人 还是国内的华人 都比较在乎的一个区 那不过以我来做 我也不是光是以华人为主 有一个我们Kiwi一个vendor 他在我手上买进买出 光我的 他作为我的vendor 就是三个listing 那么他对我的service 也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洋人写了信 专门给我们的Peter Thompson 我的大老板 这个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写了感谢信 所以我们的大老板也给我回了email 说恭喜取得这么好的service 不是因为恭喜top25 那这些信呢 都已经public在我的 Buffet的网页上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到Google上 search CC网 在我的页面下 你就能看到我们所谓的testimonia 就是客人的评价 那这些Peter Thompson的信 和这个客人的信 包括我们其他的客人的反馈的信 都已经在网页上是公开的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